视频们先用眼罩遮住一只眼睛 再看着前方的视力检查表 比出相对应的位置 从学前阶段就开始进行视力检查 但是在世界上 还是有超过10亿人无法获得眼科医疗资源 除了从实证基础的卫教宣导之外 那我们也跟跨部会会做一些学童的视力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四 定为世界视觉日 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 吸手眼科保健品牌 共同举办爱的未来市草地野放日记者会 期盼让民众正视眼睛健康问题 可以每年做一些的眼科的检查 那让我们眼科医师提供最好的医疗的服务 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国人的眼睛健康得到保障 2022世界视觉日 以爱你眼睛健康Love Your Eyes作为主题 规划国际眼科医疗志工行动以及教育活动 杜绝可预防的失明 以及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九层花畅们报道